你好,今天是2023年10月20日 想跟大家說說財經新聞的解讀 今天就看了一篇施永青先生在AM730的社論 其實很少人會這麼直接去說 在施政報告裡面要講清楚香港未來的定位 其實講未來的定位,其實我自己的視頻 我想幾個月前我已經去說 說香港現在的問題非常嚴峻 現在美國的盟友決定跟中國脫歐去國際化 令到香港的處境非常麻煩 因為全世界說歐美國家,即發達國家 佔全球的GDP是5成多 金磚五國佔的GDP大概是30多 但是扣中國其實只剩20而已 另外兩個金磚五國的成員 包括巴西,包括印度 中國是否走到中國,也不是 其他剩下的國家,雖然國家是多 但是他們是比較發展中和落後的國家 他們是佔得到十幾個百分 那麼中國怎樣去跟他們做生意 那是否需要香港扮演的角色呢 這個就是非常之重要的一個問題 那麼施生的文章裡面就說到了 如果香港是想繼續做歐美國家的橋樑 那不是自己想去做就可以 現在的問題就是 就是人家埋了一堆不受理玩的時候 他們是有權這樣去做的 沒得說說他們是霸權 他們不對,中國是道德高地 中國同一帶一路輸出是對的 受人以餘 是,現在不是說正義的問題 合不合理的問題 現在的世界一向都是說 誰大誰惡誰正確 他已經不是說用武力跟你去打架了 只不過他們是 我這些是發達國家 因為意識問題 因為意識形態問題 因為大家那個理念觀念不同 所以我跟你隔開一個防火牆 以前的國際化 跟你脫鉤、斷鏈 那麼其實他們是有那個選項 那麼這個是沒得選擇 那麼香港在這樣的隔縫裡面 就很麻煩了 香港如果找不到它那個附加值 就是在對歐美國家裡面 有沒有一些新的附加值的時候 就很麻煩 那麼如果在既有的 現在的一帶一路 或者是第三世界 或者成餘的國家裡面 去做鋪橋踏路 那麼內地需不需要香港呢 如果是硬是因為 因為香港犧牲了 跟歐美沒有那個關係 而作為一個補償 那麼令到香港呢 就是當作是一個施捨的時候 那麼香港的地位就更加低 那麼如果你要在剩下那些國家裡面 做生意的時候 其實就是你要跟內地的城市 一起去競爭 那麼是沒得說 你們有什麼特別的優惠是給你 因為現在內地的城市 都是在水深火熱之中 那就是說如果香港 歐美橋樑是斷了的時候 那就是說香港就變回一個內地的城市 那麼變回一個內地的城市 那麼香港還是不是可以享受到 是幾倍那個 無論那個樓價啦 無論那個物價啦 無論那個叫做人工呢 是比幾倍是內地高啦 那麼所以 蕭穎青先生在一個文章裡面就寫了 那麼在那個路向那裡 你要說清楚給香港人聽 究竟是怎樣 因為很大機會 就是如果歐美是繼續跟中國是斷 斷歐斷鏈的時候呢 香港那個資產啊 或者是那個人工呢 是會做出一個很大的調整 那麼香港人也是要有心理準備啦 那麼這個其實我講了 我想起碼大概大半年 那麼有很多人就聽不入意 那麼其實說這個問題呢 香港這個問題呢 過去這麼多年呢 已經試過很多一次啦 香港已死啊 或者是香港今次跟以前不同啊 那麼這個呢就講了很多一次 那麼其實我只可以認同 以前是周期性問題 等時間過了 等經濟好就沒有問題 今次呢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或者好像陳啟宗先生那樣說 行龍的董事長那樣說 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就是整個地球啊 全球那個經濟那個設計呢 現在就是並不需要香港作為一個中間人 這個就是一個實況啦 那麼現實的說話呢就很難聽得入 而因為說香港人在一個舒適軒裡面幾十年 突然之間告訴他 現在你的芝士沒有了 你的奶落沒有了 你要去找一個新的收入模式 那麼對於一個習慣了的幾十年的時候呢 就是很大問題啦 那麼接下來的施政報告 那麼我想那個設立啦 我想其實香港的傳媒呢 就是香港的政府呢 是很厲害用傳媒呢 去滲一些材料出來呢 就給大家有一個期望 就是第一件事 一定不是全部設立的了 那麼部分設立 那麼可能是在吸引人才裡面啦 去做一些設立啦 那麼我想那個叫做SSD啊 就是說鎖你買三年 去要少持有三年 我想這個就不會啦 但是BSD啊 就是說你先負後退啊 變成可能分階段去退款啊 那麼這個可能會有啦 那麼但是呢 自己這樣看啦 就是總的大環境是向下的時候呢 就算無論你設立也好 或者是給一些優惠啊 或者一些補貼啊 或者一些叫做incentive啊 都不會阻礙到那個樓價向下行啦 那麼但是就是要去看啦 就是我建議就是說 在一個市場 就是在一個初心啦 就是如果你那個原意 或者是令到香港的營運成本是高了的時候 我就覺得應該是要切啦 那麼這個我是覺得是 我是秉承一個叫做小政府啦 大市場的原則啦 就是香港那個競爭優勢 就是在這裡啦 或者是有部分朋友說啦 在會計的角度呢 有一個叫做transfer pricing 就是說 香港的稅率是低 那麼有很多公司呢 就設立在香港呢 由高稅率呢 就變成一個低稅率的地方 令到它交少了稅 就是等同很多內地呢 有一些自貿區啊 或者一些經濟特區啊 那區的稅呢 就特別便宜的 希望呢 你們在那裡設立的逐步 那麼曾經有很多網紅也是這樣啦 在那些特區裡面啊 走去設立啊 就說去避稅啊 就是踩了那些紅線 其實就是類似呢 就是說這些transfer pricing 差不多的東西 那麼香港的競爭優勢 這個是其中之一 如果因為賣地的收入減少 令到那個稅收整個結構是改變的時候 低稅率不再的時候呢 就是說香港連這個做transfer pricing的中心呢 也都是會受影響呢 那都會是吸引不了那些企業呢 來香港的 那麼除此之外呢 就再講呢 就是一個叫做美國的利息啦 那麼現在又上去充不來了 那麼對持有資產那個呢 是會影響得幾大 那麼在過去呢 那個叫做長短息那個叫做倒掛 就是長短息減短息那個差距 那麼早一兩年呢 那個短息呢就是高的 長息就是沒抽上去 造成一個倒掛的現象 就是借短息還要貴過借長息 那麼兩樣東西 就是不可能永遠會是這樣 就是兩個會是 最終其實長息都會是貴過短息的 因為一個一個正常的理解都會是這樣 那麼 要不就是短息下去 要不就是長息上來 那麼呢 今年呢就選擇後者了 長息呢就抽上來 抽上來呢就是如是什麼呢 如是就是說 未來那五到十年呢 那個利息呢 高利率的環境呢 都會是一個高位 那麼這個是對資產啊 那些是會影響很大 那麼另外有一個議員呢 又說了 就是現在香港那個上市那裡 說為什麼IPO這麼凋零呢 那麼就是第一 香港的港交所呢 講這個叫JAM的改革呢 改了幾年 我都不明白 其實在一些政策上 其實很容易去做到一些決策而已 那麼都搞到這麼久 根本其實他們就是不歡迎JAMBOT 覺得他這些客人是很小 不值得去做 他們在過去那麼多年 這幾年 湊過一些大客巨毛巴 如果說上千億的上市的公司 他才覺得 是值得在香港那裡上市 那麼所以他就調整了那個 上市公司的門檻啦 主板的最低的市值要求呢 就去到五億啦 創業板呢就加到1.5億啦 三年的累計盈利呢 主板上市去到八千萬 那麼這幾年疫情 其實根本很難達到這個要求啦 所以 香港的上市的數目又那麼少啦 另外 外資也都不會投這些上市公司啦 所以令到香港那個 IPO上市毛集資金呢 由以前差不多第一呢 現在就跌到全球第八了 輸給印尼 輸給印度 那麼這些 那麼你怎樣再去做香港的金融中心呢 那麼還有自己也有親身的經歷 因為自己是一間創業板的 獨立非執行董事啦 那麼自己那間 不是自己那間 就是自己服務那間上市公司呢 都被停牌了一整年多 是因為說業務不足夠 那麼其實 為什麼會業務不足夠 因為 你知道上市公司 業務是需要轉型的 就是沒有可能 永遠都是那個業務是長期維持得到 那麼你要轉業務的時候 就抽走一些業務 又放一些新業務下去的時候 他就說 跟原始的業務呢 是不同了 那麼其實 我們去搞新業務 都是希望是可以 持續發展的 那麼 給他們去差一點就是除牌 那麼經過兩次的上訴之後呢 最終呢 上市的 福核委員會呢 就給我們 服牌 他就說 根本他們是有心去做那盤生意 簽個租約又是這麼久 也都是有盈利 盈利也是給他們預期是好的 那麼如果是給他們刪除 是對很多人是不但股東 還有很多服務 這間上市公司的人 是喪失了那個工作的 那麼這些其實就是上市公司不應該 就是監管機構呢 不應該是為了自己方便 或者是自己有一個取向 我不喜歡小客 而去做 那麼你作為一個服務機構 你是應該是去 無論大客也好 小客也好 就是他有他足夠上市的條件 你就給他上去 是等市場去決定 他受不受歡迎 那不應該是因為 他有些叫自己的取向去做 你監管機構要去把關的就是 他那個業務有沒有農虛作假 有沒有去武農股價 那麼我這個我覺得 才是一個最 他們應該要關心的問題 就是至於那隻股票 最後來那個表現是怎樣的 由市場去做決定 你不可以自己就說 這些會是受歡迎 那些不會受歡迎 那麼這個我覺得不是監管機構 要去做的範疇 最後來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有一個傳媒的大亨 于品凱 他的股票 南海集團 就被申請破產 那麼他就以前就搞過明報 就是查良榮先生 就音點了他做明報的接班人 那麼他很喜歡傳媒 後來就再創辦了香港01 現在都還繼續運行 那麼其實如果去過去這麼多年 如果不做傳媒的 拿些錢來去投資房地產呢 我想就算你是隨隨便便去買一個物業 都升值很多倍 但是呢 有很多人是對傳媒 是有一個渴望 或者是對媒體 或者是做影視 是有一個叫做熱誠在那裡 現在的媒體和以前的媒體差很遠 那麼我也夠膽講自己對新媒體呢 我有一點的認識 第一 起碼我做YouTube都現在接近有一萬個訂閱 那麼也都寫過一些文章 是關於一些叫做新零售 那麼其實都是跟媒體銷售啊 是有關係 那麼在過去呢 以前去做一個頻道呢 就是你要去好像一個電視台裡面 你擁有一個頻道呢 就非常之困難 但是今時今日 就是你阿豬阿狗呢 都可以在YouTube那裡呢 是去開始一個頻道 只要你用心去經營 你有...有些叫做... 含金量 知道那個市場需要什麼 你解決到別人的那個痛點的時候呢 別人就會去看 那麼跟以前不同 以前不是 你要去在大台裡面出一個鏡頭 難過登天 就算是你傳統的姊妹也是 以前譬如茶梁蓉去創辦《明報》的時候 他都是用他最拿手的武俠小說去大流量 那就是說幾十年前跟今天都沒有分別 第一件事做傳媒也好做媒體也好 第一件事就是要去引流 那麼以前在《明報》 他們就是用一些叫做專欄 去吸引那些人 就是去看那份報紙 那就是重金禮聘去請人去幫他寫專欄 那麼自己寫武俠小說呢 就寫武俠小說咯 跟著就再找《危康》啊 誒... 《逆書》啊 他們去寫不同的小說 去吸引不同的讀者 那麼以前也是的 就是你一份財經報紙也好 以前信報是這樣的 都是單天保置專欄 一個曹仁超的專欄就差不多撐起整份報紙 當他沒有了這個專欄的時候 整份報紙就是失色 但是今時今日 那些專欄作家 不需要在報紙的平台 將他的文章傳播出去 也都是很多拍的視頻 也都不需要電視台去一個渠道 將他推出去 那麼在一個... 現在整個互聯網世界 那麼公開透明化的時候 自己就可以建立到一個品牌出來 那麼這個是以前沒有的東西 那麼所以現在這些傳媒的優勢呢 又沒有了 那麼你是很難呢 是去拿到那個廣告啊 或者是有收入在這裡 那麼你看到最近 經濟日報旗下的情報 以及那個... 一本旅遊雜誌呢 是停了看 那麼就知道香港的市場 因為市場太小 以及整個行業呢 就是變更了 令到呢 很多傳統的傳媒呢 沒有適應過來 那麼其實自己都很衰的 那麼我在大概是接近八九年前呢 就跟一個財經雜誌的負責人說 我說好像你們不是很曉得去玩一個新媒體 新...那個玩法啊 就是你還用一些那麼傳統的東西 你不趁你還有優勢的時候 去創造一些... 新的...適應回新的潮流呢 你就會被淘汰 那麼最後來呢 那麼我當然就是衰啦 就是衰直接得罪了它 那麼他們... 最後來呢 真的被淘汰啦 就是很多雜誌啊 三本就縮了兩本 兩本就縮了一本 最後來就是沒有了 幾個這樣的傳統的姊妹呢 都是面臨這樣的問題 那麼... 這些... 就是很難怪得... 哪個... 因為... 他們... 習慣了在這樣的思維的時候呢 他們是很難跳出那個框框啦 他們也都覺得... 一些這樣的新媒體 跟他們的形象呢 就是格格不入 以前他們買一個封面 逛逛的 都十幾二十萬的 到今時今日 又沒有人走去買個雜誌 買個封面 又難過登天 要別人下廣告 又是難過登天的時候 是很難找到那個收入的來源啦 那麼這個是... 是很大的問題 那麼今時今日 其實現在做生意呢 就是要學一下雷軍 要學一下董明珠 要學一下Tim Cox那些東西 現在是... 那個... 公司的CEO 都要出來去銷售東西 都要去做一個媒體的銷售 現在的基金呢 或者是... 新的基金 比如好像木頭車 Cathy Wood 他們賣他的那個ARC基金 那麼他們都是... 靠他們基金經理去銷售 他們基金經理是經營他們的社交媒體去做 這個是一個大的趨勢 那麼... 今時今日就是說 現在的年輕人 是要培養到自己的表達能力啦 即是你很短時間 裡面要表達到你賣的東西是什麼 第一 第二 你要習慣面對鏡頭 這個是未來一個... 是一個必要的技術來的 在內地現在去建功呢 即是你那個... 叫做表達能力呢 presentation 是佔一個很大的分數 那麼... 很多人... 其實我見到很多朋友 又讀完在外國讀書回來 那麼他那個表達能力都很有問題 即是他不可以在很短時間... 即是其實經常講的 叫做... 就是在... 那個... escalator sales 就是說... 在那個... 搭電梯的時候呢 就是講的... 你可以很短時間 可以告訴別人 如果你有一間初創公司 你的產品跟其他人有什麼分別 你的利潤點在哪裡 你的未來計劃 怎樣去做 是用一分鐘的時間 你可以講完這些重點 令到吸引到... 那個投資者 對你有興趣 再... 多一點時間去深入去瞭解 或者是等同你做到一個one page summary 講得到你那個要點是什麼 因為很多朋友 我接觸過很多初創的企業 經常都講 我自己這些東西跟別人不同的 我們有些是一些... 是black box來的 不想跟你去分享 怕你去抄招 我經常都跟他們講 那你就不要告訴我 那你就不要去見我 你又要去見我 又要去賺錢 但是又講不到給我聽的時候 又要去拿錢 那這些是一些很匪夷所思的東西 又說自己這些... 這條招是天上有地下無 那我不會相信 世界上呢 每一天都有同一個時間裏面 有很多人在做同樣的事情 最最後呢 看看哪一個人做得到 落得到地 就是等同以前韋特兄弟 去上... 做飛機一樣 是只有他一個可以成功落地 不跌死的 今天想講的就是這麼多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的 拜拜